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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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沐坚最后完工 老板来看房子时 他把前面的钥匙交给沐江 说 这是你的房子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震惊 羞愧 如果他早知道他是在盖自己的房子 他肯定做得很截然不同的 现在他不得不住在自己间的 糟糕偷顶的房子里面 这个道理同样适合我们 在营造生活时 我们的精力被分散到太多的地方 我们只是被动地适应 而不会主动行动 能省事就省事 关键时刻也没有尽心精力 然后我们知情地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 发现自己久处在自己的房子里 如果我们早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的做法就完全不同 把你自己当成那个木匠 想想你的房子 每天你都会钉个钉子 不快木板或借一面墙 用心地营造你的房子 这是你唯一可以营造的生活 其实你只可以再活一天 你也要活得优雅 有尊严 墙上的匾子写 写着 生活就是一个为自己打造的工程 谁能比这个说得更明白 你今天的生活 就是你过去的生活态度 和所做选择的结果 你明天的生活 就是你今天的生活态度 和所做选择的结果 第二个故事叫 旅人的家 人人都需要家 小孩子把父母的住所 当作自己的家 寄宿生活 平日把学校称为家 结了婚的父亲 共同营造自己的新家 至于旅者呢 至少有几晚他们要住在不能称为家的地方 那么那些不得不长期出门在外的人怎么办 难道他们无权拥有一个家呢 他们当然有啊 那些经常出门的旅者 会随身携带 属于自己的日用品 像船单啊 整套啊 或全家福的相片档 无论走到哪里 这些东西都能带给他们家的感觉 有些人在常住时 会带在同一家旅馆里 使他们对店里的服务和人员都非常熟络 再有的就可能只是在旅馆的窗边 摆些花 使房间更像个家 此外 一路开着露营车旅行 晚上就住在车里 这就更像是真正的家了 只不过能移动而已 那人们在旅程穿梭时 又是如何维系关系的呢 有些人通过互联网跟朋友联络 有些人寄信 明信片 甚至照片 还有些人可能只是打个电话问上好 目的仅是让朋友们知道他们还活着 而且活得不错 第三个故事 我所追求的生活 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生活写照 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一种天伦之美 它使人想起一条平静的细流 蜿蜿蜓 蜿蜿蜓 蜿蜂如荫的草地 浓荫遮蔽 最后注入燕波豪渺的望洋大海 但是大海是那么平静 那么沉默 那么不动声色 你会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 也许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怪言 怪单想法 在那样的日子里 这想法对我影响很深 我觉得 这像大多数人一样的生活 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我承认这种生活有社会价值 我也看到 它那井然有序的幸福 但我血液里的冲动 却渴求一种更旷野的旅程 这样的暗议中 好像有一种让我近距不安的东西 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 只要生活中还能有变迁 以及不可知的刺激 我愿意踏上怪石临寻的山崖 喷附暗礁满布的海滩 下一个故事是 做你自己 年少时 再也没有什么比星期天下午 待在爷爷 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场 更让我喜欢的了 农舍和骨仓四周环绕着 延年树里的石墙 给我了这样一个城里的孩子 无尽的欢乐时光 我仍然记得 在我半岁那年的一天下午 因为是第一次来到农场 我最想得到允许去爬内堵石墙 我的父母却不会答应我的 时间很古老了 有些地方缺了石头 其他石头也松松夸夸的 都快塌了 尽管如此 我想爬内土墙的渴望 却变得很强烈 终于一个春天的下午 我鼓足勇气走进了客厅 那是大人们星期天 吃完晚饭后去会的地方 我 我想爬内堵墙 我愁愁着说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我可以爬内堵石墙吗 突然房间里的女人们急声说 天哪 不行 他们喊道 你会受伤的 我并不想怎么失望 因为我早就预料到 会有这种反应了 但是我还没走出房间 就被爷爷洪亮的声音 针住了 请大家安静一分钟 我听到他说 让这孩子去爬石墙吧 他必须学会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小心点 他给我 是一个眼色 回来后 到我这里来 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 我爬上了那些古老的墙 度过了我生命中 最快乐的时光 之后 我去爷爷那里 告诉他 我的冒险经历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所说的话 菲雷德 他说 你让这一天 变得很特别 只是因为 你做了你自己 要谨记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 像你这样的人 而我喜欢的 恰恰就是这个你 好 今天 听力练习节目的最后一个故事 叫热爱生活 不论你的生活如何 你要面对他生活 不要躲避他 更别用恶性 咒骂他 他不像你那样坏 你最富有的时候 倒是看似最穷 要跳毛病的人 就是到天堂里 也能找到缺点 你要热爱你的生活 即使你生活贫穷 甚至在一个 吉平苑里 吉平苑里 你也不有快乐 你也还有愉快 高兴光荣的时候 夕阳反射 在吉平苑的窗上 像现在富户人 人家窗上一样光亮 在那门前 继续同在早春融化 我只看到 一个从容的人 在那里 也像在皇宫中一样 生活得心满意足 而富有愉快的思想 城镇中的穷人 我看 他往往是过着 最独立不霸的生活 也许因为他们很伟大 所以受之无愧 大多数人认为 以为他们是超人的 不靠城镇来支援他们 可是事实上 他们是往往利用了 不正当的手段 来对付生活 他们是好不超脱的 无宁是不体面的 是贫穷 如愿中之花 而像圣人一样 紧直他吧 不要咨询烦恼 去过分追求新奇 朋友也罢 衣服也罢 放堪故往 回归故往 万物不变 是我们在变 你的衣服 可以卖掉 但要保留 你的思想 好 今天的 听力练习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